观众朋友 今天晚上我们持续关注 俄乌热战的同时 有来自哪里的意外访客 默默盯着这场战争吗 为什么这么讲 现在传出了俄军包围基辅的同时 基辅的天空居然出现了 诡异的白光 那根本不是人类飞行器飞得出来的轨迹 马老师 那是什么光 第一件事情 每次战争的时候 外星人都会来看 我就一直在想 这次俄乌战争 二战亚最大的战争 外星人会不会来看 果然 来了 有机可循 第二个 复仇者电影告诉我们 只要地球要毁灭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就有时空旅人要回来的 那如果这次俄乌演变成 第三次世界大战 会不会有时空旅人 跑回来拯救世界呢 马老师丢出这两颗震撼弹跟推演 都有机可循吗 以科学为基础 等一下我们好好说给大家 好 我们先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今天早上10点46分 NASA向地球发出了警报 要出什么事了吗 一颗巨大的小行星 多大 101大楼两倍大 用多快的速度超过30倍的音速 对着地球而来 这很危险 如果直接砸向来的话 不得了了 地球面临毁灭 但是它距离地球 这个330万公里 马老师这个远啊 错 只要你距地球 接近在748万公里之内 那它就发警报了 为什么要发警报 因为它用30倍音速的输入来 它在稍微偏差一点点 就撞上地球了 除了这事情之外 宇宙真的不可想象 哈佛大学天文学家罗布 这人很有名哦 而且他这件事情 我是认为不可思议 居然发布在 科学人期刊上最新的文章 他说什么呢 宇宙是外星人在实验室造出来 宇宙是造出来的 或是别人讲 胡说八道 但罗布太有名了 而且他发布在 科学人期刊上 期刊还接受 这个不可思议在哪里 现在最流行的是 原宇宙有没有 我们要在原宇宙 我们要创造一个宇宙 结果我们的宇宙 是被创造出来的 当然它有它根据利润 那我因为时间 不能在那边慢慢讲 好 现在最可怕 各位观众你要做个决定 我要问你的意见 就是NASA 做出了一个银河信标 什么叫银河信标 就是跟外星人联络 现在拉萨要把这个银河信标 用阿雷西伯电射望远镜 向太空打出去 我们要跟外星人沟通 好 我先讲这件事情 阿雷西伯望远镜对不对 1974年 我们第一个 向太空发的信息出去 就是用阿雷西伯望远镜 发射的 这个银河信标是谁 当初起源是谁做的 霍金博士 霍金博士做这个银河信标 但是霍金博士在临死前 警告世人 不要发射这个 不要去找外星人 因为外星人比我们强大 它来就会殖民地球 所以你不要去召唤它来 对 你不要召唤它 各位 1974年发了阿雷西伯讯息 我们现在 这个银河信标 也要用阿雷西伯发出去 君相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了 是 这个内容经过了快50年 它的科技更新 找到外星的机会更大 对 刘金大学两个教授 已经公开说了 这全世界人类事情 不是你拉萨的事情 是 你要发这个讯息 要全世界人类同意 全地球公投 对 而且还要科学界要同意 所以各位观众听到这里 你同不同意拉萨发银河信标出去 但你不跟他沟通 他会不会主动来找你呢 好 现在 我常讲了 如果你常看我讲外星就知道 外星有几个一定会出现的 就是战争 核弹基地 重大的事件 重大的灾难 它都会出现了 那这次恶物战有没有出现了 够大了吧 好 果然 注意看 在基普上宫 在基普战第15天 恶物战基普山 看这个 而且它飞 它不能直飞 这个是不是恶军的导弹 火箭弹 不是 它等来还要往上 火箭弹不会往上 它等来还要往上 再往下 来 导播来一下 我们把轨迹给大家看一下 是 它本来是平飞 看到没有 它突然间往上爬 这不是导弹 而且它往上爬 它会出白色的火光 好像在打讯号 打讯号不知道什么 然后它平飞 再上爬 再上爬之后 最后 急剧下来 急剧下来以后再平飞 这个不是人类飞行器飞的 不是人类飞 因为它不是直飞的 它有上去上来上去下来 它的轨迹现在整个被整理出来 所以今天是不是外星人跑来看基普之战 我先跟他讲 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还假的 但是二战的时候是出现外星飞碟最多的一次 因为二战是最大的战争 伊拉克战争 你上网去查 那外星的照片被踩了一大堆 连 这个是伊朗 很有名的一个影片 我特别找出来给大家看 伊朗 注意看 我先跟你讲 外星飞碟在这里 伊朗的火箭弹 飞弹 全部都差 他就在炮火之中 你看到没有 他就在炮火里面走 看到没有 是 最大的亮点 对 你看到没有 刚开始伊朗认为是无人机 对 但是后来 影片一看 不是无人机 而且都打不到他 对 打不到 无人机早就被打下来了 那美国也说 我们没有发射无人机 看到没有 这个伊朗 然后最后跟大家讲 台湾最接近战争的时候是什么 199年台海危机 台海危机 老公共飞弹已经打到台北外海 打到高雄外海 两艘航母都布在外头了 台湾有记录 官方正式记录 有外星人的 唯一的一次 就台海危机的时候 在中正机场跟华航 两次 一次是1996年2月2号 中正机场塔台 注意 中正机场塔台 看到不明飞行物 第二就是华航的班机 跟长荣的班机 在空中看到不明飞行物 这个官方认证过的 官方唯一认证的 所以就代表说战争的时候 最容易看到不明飞行物 好 现在战争的时候 容易看到不明飞行物 他来干什么呢 那自从复仇者电影出现之后 而且很多电影 很多小说 科幻小说都在描绘一件事情 就是说当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 世界被核弹毁灭的时候 会有时空旅人 跨越时空 回到第二次战争来解救地球 我们刚刚讲的是外星人 你现在又去讲时空旅人 这是电影跟科幻小说描写的情节 但现在居然有专家说 有专家你可以去上网查 说所有的UFO都是时空旅人 是自己回来的 不是外星人 就是说我们刚刚讲这么多 这个UFO不明飞行物 不是外星人 是未来的人回到现在来 那回来就干嘛呢 回来就是试图阻止战争的发生 所以如果照这个专家的讲法 这个白点不是外星人 他是时空旅人 未来的人回来看这个战争 穿越时空 那你这样不免让我想到了 现在二物战争 有没有可能引爆成第三次世界大战 我们谈很多最危急的一刻 它出现了 我刚刚一直在强调这电影 跟科幻小说的情节 那有专家这样讲 信不信 当然有你 但是这两天居然在夏威夷 各位看 夏威夷看到这个东西 而且我先讲 这个不是民间照的 注意听 这不是民间照的 这是什么照的 这是天文望远镜照出来 看到没有 注意哦 这是卯星团天文望远镜照 为什么 因为这早上5点04分 凌晨5点04分 没有民众会拍到 对 卯星团的天文望远镜在火山顶上观测天空的时候 照到这个东西 对 这种螺旋造型的 蓝色螺旋状的 我们科学家常常讲 如果虫洞打开 一定是螺旋状 螺旋状 虫洞打开 虫洞的研究过去都有 现在拍到它这是虫洞吗 虫洞 所以就是这刚好是出现 就呼应刚刚的专家讲的 是说所有的UFO来看的都是时空旅人 时空旅人要回来 必须先把虫洞打开 这是它的九又四分之三月台 这是不是 对 你讲对了 这个是不是虫洞打开了 当然学者专家说 这个是火箭 火箭 因为这个夏威夷看到的 刚好来说说火箭 在两个小时之前 就凌晨三点的时候 烈鹰九号有在这个 佛罗里达州射空 但佛罗里达射了一个 两个小时前射了烈鹰九号 跟夏威夷看这个有什么关系 好 各位观众 如果你常看我的节目 你觉得你看这个以后 你想到什么 想到全世界到今天为止 最神秘 最不可结 这个专家也不能讲 最向从众打开的 2019年12月6号 挪威的蓝色神秘螺旋 也是螺旋 大家看 这是全世界最有名 看这个东西 这个清楚了 这个 2009年在挪威的天空 是 100公里之外 人们都可以看到 因为它非常非常大 神秘的蓝色螺旋 看到没有 蓝色有规律 转 而且它这个圈子 转得非常非常的大 所以 这个 各位 太奇妙 来 你看它真正的螺旋 有转多大 老婆看一下 哇 而且它发出神秘的蓝光 看到了 这是完整现场的照片 所以 而且发生神秘的蓝光 这个 到今天很多 太空迷 外星迷 还有回到过去迷都说 这是人类天空 虫洞被打开了 因此 夏威夷这个 是不是也是虫洞被打开了呢 你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